治疗银血病的方法有哪些 李平 皮肤科 主任医师 治疗银血病的方法 它治疗方法也很多 一个是一般的治疗 再一个局部外用药物 再一个还有全身用药 再一个目前随着最近发展 现在这个物理治疗也是比较多的 然后就是这个治疗方法 就是目前要纠正的一点 就是大家老百姓一问 就说银血病也就是牛皮痫 一问病人给大夫提出来的问题都是 我这能不能去根 大家要注意的一点 银血病它是个慢性的 复发率比较高 再一个要调整好心态 根据病人的要求 再一个就是最近比较热的 一些物理疗法 像紫外光这些 一定要到正规的医院去治疗 现在就说一般社会上比较多的 就说像这些慢性病 给病人说的就是说 这个要能去根 要坚持 但是要正规医院 大夫都会给你正确的引导 要正规治疗 不能说我必须要去根 在一些不正规的话 用一些免疫移植剂 或者激素 适应症掌握得不好 引起它那个转型 因为它分型里面 寻常型是占的比例最大的 但是它对人影响也 根据个人的要求 生活要求 不能说用着免疫移植剂 或者激素 大剂量进气效果好 但是引起转型红皮病呀 或者关节病型呀 浓炮型的呀 像这种对健康影响就比较大 建议大家到正规的医院 专业的大夫去诊治 专家提示 一 银血病的治疗 有一般治疗 局部外用药物 还有全身用药 二 银血病是慢性的 复发率比较高 要调整好心态 三 物理疗法要到正规的医院去治疗 四 免疫抑制剂 或者激素对健康影响比较大 建议到正规医院诊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